各位觀眾朋友們泰嘎吼 我是阿屎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全美第一高中生 Mikey Williams Mikey Williams 2004年出生 今年15歲 身高6尺3吋 體重189磅 他打的位置是控球後衛 目前也是全美2023屆排名第一的高中生 在現今網路社群媒體發達 他在全美擁有超高人氣 在Instagram有超過160萬人的追蹤 也是各大YouTube高光的常客 很多NBA球星 包含Dwyane Wade Kairi Irvin LeBron James 都是常常去看他球賽的常客 並且也給他很多指導與建議 可以說是非常看好未來的潛力選秀狀元 他在八年級的時候 曾經跟LeBron James的大兒子 Bronnie James 在業餘籃球聯盟AAU當過隊友 Bronnie也一樣是2004年出生 那下次我們會再做一集特別介紹這個非常優秀的球星二代 Mikey Williams 目前就讀於San Diego San Isidro的高中 他剛完成他的九年級菜鳥球技 很可惜 在今年季後賽第二輪輸給了Pale賽高中 在這邊要特別說 他所就讀的San Isidro高中 並不是一般的籃球名校 他不像是Sierra Canyon 或Chino Hill這種籃球名校 會去招募不錯的籃球員 那San Isidro高中 他大部分籃球隊隊員 都是附近local的孩子 所以他算是一般的公立高中 但是他還是度過了非常精彩的一年 而且目前在2023屆 他也是全美排名第一的球員 他在九年級菜鳥球技的第一場比賽 就拿到了41分 而在幾天後的比賽 更拿到了50分 緊接著在12月的比賽 他更驚人的拿下了單場77分的紀錄 也破了加州菜鳥球技新人 單場的得分紀錄 他的球風能理能外 是個得分型的控球後衛 體能也相當不錯 15歲的時候 就可以自己空拋 跨下灌籃 大家15歲的時候都在幹嘛 不過在美國 體能比他勁爆的高中生多太多了 像是Zion Williams 所以他並不是像Zion那樣 用體能來碾壓對手的一隊球員 Mike目前六尺三寸 身材不算高 但是身體還算結實 要記得他現在還在發育中 他切入時並不害怕身體對抗 而且對抗後的出手穩定度也不錯 球傷高 懂得閱讀對手的站位來做進攻 他的進攻手段非常多 技術也比同年齡的球員要成熟很多 而且拜近年來三分球空的盛行 他的三分球射程也已經達到了NBA的距離 他的其中一個強項就是他的跳投非常穩定 也非常準 不管是無球跑動的接球跳投 還是自己運球突破防守者的出手 都非常的穩定 而且射程也都非常遠 這是你在一般15歲的球員身上所看不到的 那在他身上比較明顯的短板 就是他組織進攻的能力 是比較少看到的 那身為一個控球後衛呢 這也是在未來他必須要加強 也必須一定要學會的一個技能 特別是在大學籃球以及職業籃球的部分 光靠一個人的進攻是無法讓球隊贏球的 他優秀的天賦以及球技 其實是來自於他的父親Marlon Williams 他的父親以前也是在當地非常有名的籃球員 所以從小就給Mike非常正統的籃球訓練 除了籃球的訓練之外 Mike的父親也要確保太多的名聲 不會讓Mike迷失他自己 他的父親說過 排在全美第一的感覺很棒 因為你知道Mike付出了很多努力 就像其他所有父母 你的孩子的才能可能在不同的領域 有些人擅長數學 有些人擅長音樂 我們的孩子剛好擅長籃球 不管他未來要走什麼樣的路 我們都會支持他 幫助他 鞭策他 Mike真的擁有一個非常好的父親 從小就以正統的方式來教育他 培養他 確保他不會走錯路 目前才九年級的Mike 已經收到許多NCAA Division 1的獎學金 其中包含了Arizona State San Diego State USC 等等籃球名校 但是他還沒有答應任何一家大學的offer 畢竟他還有三年的時間在高中 而且目前持保留的態度是正確的 因為還可以聽取更多的offer 那比較令人擔憂的部分是 Mikey在過去一年身高只長高了兩寸 那這也是讓其他球探比較在意的點 不過他現在球鞋就已經穿到15號了 所以我認為他在未來長到六尺六寸並不是什麼問題 而且他起碼還有四年才可以參加NBA選秀會 高中三年再加上大學一年 很多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畢竟高中排名第一不代表進NBA就會打得好 例如當年OJ Mayo也是想當當的全美第一高中生 但是八年在NBA打得起起伏伏 輾轉了許多對 那現在在ABL 與大家對他當初的期望也是差了很多 那如果在高中排名不好 其實也不用氣餒 因為從高中默默無聞到變成聯盟巨星的例子比比皆是 例如當年的Jimmy Butler還有Steven Curry 當年也是不被大家看好 那最後在聯盟也是大放異彩 其實現代這個網路時代 新生代球員所要面對的壓力 比以前的球員要多非常多 如果你有很多粉絲 相對的你也會有很多header 像Mike才15歲 就要面對很多網路酸民或是現場 很多球迷喝到彩的狀況 其實這個是非常艱難的 我們希望Mike也可以持續精進 不要讓外界的聲音來影響到他的目標 那我們大家就一起看著他的籃球生涯 可以成長到什麼樣的高度 以上就是我們這集的介紹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大家想要看什麼球員的介紹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給我們一點鼓勵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